这是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器具 有着绚烂的色彩但又很沉稳 有陶一般的质感却又有着瓷器一样的声音 当地人管它叫见水紫陶 它的产地只局限在中国云南西南部见水市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地方 目前真正能够熟知这种陶器制作的工匠不足百人 尤其对于制作这种陶器所需陶土的来源 工匠们之间都是保密的 他们只对外人说陶土来自五彩山 原应得 见水很多的制陶师都是他的徒弟 今天为人忠厚的他终于同意让我们去看看五彩山 一路上他始终闭口不谈 匆匆地走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路 因为他知道好的陶土是制作陶器的最限制条件 能不能找到好的陶土 除了经验还要看他今天的运气 西行五公里以后 在山的背后终于见到了神秘的五彩山 这里的土质跟周边丘陵的土质完全不同 七种以上的颜色布满全山 土质细腻 呈焦泥状 奇异的是 这种陶土离开山体后不久就坚硬如实 原应得从不同的地点挖到了不同颜色的陶土 这些地点只有他一人知道 而外人从外表根本就看不出陶土的颜色 迷一样的见水陶是从神秘的取土开始的 取回家的陶土被分颜色堆放 每次制陶之前 工匠们很仔细地配置不同颜色的陶土 因为这决定着陶器烧成这个颜色 而不同颜色的陶土配置比例完全取决于工匠们的经验 陶土被很仔细地敲成粉状 以便与更好的溶鱼水 和其他制作陶器一样 反复的陶洗是必不可少的 只不过在这里陶洗的次数更多 陶片的时间更大 其中陶洗完的陶土还要被静置很长一段时间 当地的工匠称为醒泥 从山上取一下的陶土 变成能够制作陷水陶的陶泥 经过了一周的时间 在这里仍似乎有了适时 有条不紊 几百年来 这里的工匠们认真地履行着 传统制陶的每一部工序 善待着每一块他们从五彩山采来的 斑斓的陶土 变成能够制作陶权 这里是云南省西南部建水县婉瑶村 每一件神秘的建水紫桃 都是产自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山村 据说这里制作陶瓷的历史已近千年 但何时开始制作这种神秘的陶器却无从考证 在许多村中紧闭的大门背后 工匠们正在神秘地传承着同一种制陶工艺 和其他制陶的地区不同 建水陶的气形都是工匠们自己思考出来的 所以村中的人们一看气形 就知道是哪位师傅做出的陶器 拉坯要从揉泥开始 大堆的死泥要用脚踩上很长的时间 因为建水陶土的粘性比较大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踩踏 才能增加粘性 否则是无法拉制成工匠所需的气形 踩踏完的瓷泥被工匠们称为熟人 在拉坯前 工匠们还要用一种独特的手法来揉搓瓷泥 而这种独特的手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据说这是为了要把整块的陶泥中的气泡赶出来 哪怕是只有针尖大小的气泡 都会在烧制过程中使整件的陶器爆肺 但是如何得知陶泥中还有没有气泡 却不得而知 工匠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自信 似乎是唯一的检测标准 和中国其他制陶器的地方一样 拉坯始终是制陶最关键的一步 建水工匠袁颖德 他擅长拉一种被他称为玉兰瓶的器物 长年的经验促使他对拉一个瓶子的批料量 不算分裂的差 整个的地方是一气泡沙池 只能用力气泡沙池 或者凝硬的活性气泡沙池 玉兰瓶是一种很极度的气泡 瓶身很强 但瓶颈又长又细 在拉制过程中 瓶身的厚度要比瓶颈的厚度薄很多 如果瓶身过厚瓶颈破 在高温摇火中会烧它 但误差又不能超过三毫米 在袁颖德的工作室中 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尺寸 所有的标准完全就靠它的一双手的感觉 实际上在整个万摇村 每个制陶的工匠都有自己拉批的绝活 他们和袁颖德 对袁颖德的情绪 和拉批过程中的诀窍 都烂熟于心 命不适人 很多跟随袁颖德多年的徒弟 至今也不会拉至预览品 很多制陶工匠的看家绝技 甚至在家族中也不是随意传授的 云南建水紫桃的工匠们 在装饰他们的作品前 都是从磨刀开始的 这种形状奇特的小刀 都是工匠们自己制作的 建水紫桃的装饰工艺 是中国所有装饰工艺中所独有的 首先 匠人们会按照他们心中所流传下来的图谱 在成型的披体上绘制图案 每一个图案都是因照他的气形不同而单独构思的 同时 建水紫桃的匠人们也绝不允许在两个相同的气形上绘制相同的图案 所以每个建水紫桃都是独一无二的 图案绘制完成后 装饰工作才刚刚开始 此时小小的足刀开始派上用场 工匠们熟练地运用他们的足刀 在图案的边缘进行刻画 并将图案中的披体挖去 这个步骤工匠们称为因刻 整个过程要求披体始终保持一定的湿度 而有一定湿度的披体却很容易变形 所以在因刻这个步骤中 既要完成因刻装饰 又要使披体不变形 要求在整个刻画披体过程中 刀尖不能离开披体 在旁人看来 刀就像脚一样在披体上不断地行走 足刀也因此而得名 下刀的力量完全凭感觉 整个气形薄厚并不一致 刻深了会刻透劈体 而刻浅了将无法填彩 近年来为提高音刻的效率 工匠们还琢磨出了工心刀 使大面积的音刻图案能够尽快完成 音刻这个步骤 只是为下一步的填彩做准备工作 彩泥同样彩自五彩山 这里一般的工匠 都是直接采用彩泥原来的颜色 而不加调色 每一个空档所填入的彩泥 完全取决于工匠心中的想象 这里的很多工匠并不识字 而这些儒雅的图案和书法字体 在他们看来都像花一样的美丽 彩泥要调制成一定的粘稠度 钛干会压坏劈体 钛锡又会造成填充不实 在烧制过程中会脱落 看似简单的这种填彩工艺 是工匠们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而逐渐成熟起来的 经过工匠们用填彩刀反复的抹平和紧压 此时的彩泥已经和披体融为一体 几天的阴干后 工匠们会通过修披的方式 将多余的彩泥挖去 这样一只装饰好的溅水桃劈体 等待它的将是烈火的考验 很久以前 一个静谧的夜晚 云南溅水县城的文人正在练字 无意中将写过的字纸随手扔在一起 这些堆在一起的字纸 竟然表现出一种残缺的美感 它突发奇想去找制陶工匠 不久 类似的图案开始出现在溅水的紫陶上 近百年来 它已经成为了溅水陶的一个标志性装饰图案 当地人管它叫残天 虽然制作建水陶的工匠并不识字 但是建水的人们却有着很深厚的文人情节 建水县城深处西南溅水 自明代以后一直是朝廷高官的流放之地 经过了千百年的沉淀 建水紫陶的装饰上一直带有清新淡雅的文人风格 这同它周边的大量少数民族 奔放浓烈的图案截然不同 悠闲的小县城中 千百年来承载着多少杯离合 所以这样一种残缺美的图案很快风行起来 建水挽摇村的枝陶艺人们 早已说不清残贴的来历 但是对残贴的装饰记忆却已炉火纯净 他们在英克填彩的这种工艺基础上 发挥出更多的英克和阳克小结果的方法 制陶艺人们在制作残贴图案时 也将不同层面的图案在心中打好复稿 有些胎体需要踢掉 而有些图案需要保留 甚至在一个字上或一片草叶的图案上 经过极次的剔除和预留 以体现这种不同平面的一种交合 看似简单却烂书于心 同时田彩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最为复杂的残贴居然达七层之多 最小的田彩处只有米粒大小 层层叠叠绝无差错 而在做这一切的同时 所有的工匠竟然没有一张设计稿 今天的建水县城中 制陶艺人们开始了难度更大的创新 他们在田彩过程中不断的调整彩泥的深浅度 以达到中国画中抹分五色的神奇效果 向建兴 建水紫桃祖师向冯春的后人 他天才的文人画已经达到了彩绘的效果 也是建水紫桃 千百年来抒发文人情感的平台各家光光 迷一样的小镇 迷一样的淘气 几百年前流落到此地的文人末刻 他们的故事已经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但他们那种儒雅的情节和悠悠的哀叹 却永远凝固在这迷一样的雅致淘气上 这几天智陶艺人袁宇德一直在看柴 因为他要准备不够的柴火 这是他的作品 和中国其他制陶产地不同 云南西南建水县城的匠人们 都拥有自己的窑 圆映德家山坡上的龙窑 是二十年前他亲手建的 这里也是他家里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制陶工匠都知道烧窑 是制作建水紫桃最重要和关键的一步 烧窑的准备工作是在小心翼翼中开始的 每一个作品都要装在瑕坡中烧制 工匠们要用桃土将带烧的皮体固定在桃盆中 瑕坡是不能完全密闭的 必须要留有一定的空隙 据工匠们讲 如果不留空隙 建水桃所烧制的温度是不够的热 沿山坡搭建的龙窑 在建水县晚窑村随处可建 这种窑可以使用最少的柴火达到高温 而且一次烧成的量很大 建水紫桃的烧制过程中 由于桃土的独特性 要求的温度很高 将达到一千两百度 所以淘气在窑里的位置 对它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为窑内的温度并不是均匀的 每个工匠在窑内摆放淘气时 都有自己的诀窍 放好带烧的淘气后 窑门将被封闭 此时整个冬窑就变成了横卧在山坡上的大烟囱 火被点燃了 窑内所有被精心准备的劈体 将经历三十多个小时烈火的考验 据工匠们讲 每一件建水的淘气 都是七分人工三分火成 由于建水淘在淘土烧制过程中 整个体积将缩小近五分之一 所以对于胎体和胎体上面的银刻彩绘图案 都是一次考验 到目前为止 建水淘的烧成率也不过百分之二十 工匠们在上千度的高温中 要将温度控制在上下五十度的范围内 而控制这一切的测量工具 只是他们的眼睛 每一次摇火被点燃后 他们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祈祷 祈祷摇火能为他们的作品带来完美的摇变 这种摇变和中国其他地方陶瓷烧制的摇变不同 因为建水淘气是不失诱的 而是整个胎体在烈火中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和颜色的变化 摇变过的建水淘 像云彩一样神秘而又捉摸不定 这些云一样的图案是工匠们做梦都梦不到的 一代一代的建水工匠 一次次点燃摇火 一次次梦想着神秘的摇变 将这传统的工艺传承下去 ��不你 proclaim 计不你 计不你 这种神秘的淘气在制作过程中 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道工序 打磨 而一百年前 这种打磨工序还没有出现 第一次尝试使用打磨工序的人 就是建水工匠向恒春 是他的大胆尝试 使建水陶改变了那种粗陋的形象 而走向了儒雅 目前在建水 已经没有人想得起向恒春的模样 甚至他的作品都存是极少 现在的打磨工序和向恒春第一次使用时没有什么两样 它分为三个步骤 淘气烧制完成后 先用粗刹纹打去淘气外面烧结的痕迹 工匠们管这个步骤叫去火皮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 三个步骤就会划伤淘气的表力 使前面的一切努力成为炮力 摸上去很平滑以后 才可以进入第二个被称为活光的步骤 工匠们要用后部 沾上村边河里的细砂来打 要把取火的移物 的硬化全部倒入 此时 建水淘气的淘气的本色 以及装饰图案 逐渐清晰起来 工匠们在这个步骤中 耐心地去体验 烧成的建水淘气 逐渐显露出来的效果 并感受成功的喜悦 经过这个步骤后 建水淘气 从刚出窑时的粗笨 已经显现出温润的质感 但这还没有结束 下一步将是抛光 抛光的材料 是产自建水的一种 独特的鹅卵 这种白色细腻的鹅卵 在建水淘气的表面 靠人工一点点打不出 光洁如镜的效果 而出现这样的效果 在中国其他淘子产地 是用釉料来实现的 在西南边陲 迷一样的小镇中 人们用自己的双手 用时间 将这种淘气 一点点的磨量 整个打磨工序的耗时 要超过前面 所有工序的时间 遇到一些 如茶壶这样异形的器物 打磨的时间 要成倍地增加 这也促使 建水淘的产量很低 对于大山外面的人来说 很少见到 建水淘的真正模样 一百年来 在建水弯腰村 静静的夜晚 到处都要当 活淘气的生命 这种生命 也将和神秘的 建水淘一样 一直延续下去